梁佳琳 郎佳琳 郭文贵 朗诗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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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佳琳 郭文贵 我接着会讲就是 由一个治疗师的角度 我们怎样是可以 帮下这些身体弱能的小朋友 融入在普通学校里面 我或者想問在座的老師 你的學校有沒有身體弱能的小朋友 在你的學校讀書的? 有沒有? 一二 好笑 三四 五六 都有十幾家人 很好 因為第一次我們說 一個都沒有 很失望 希望我們明年再做 或者後年再做 可能每個人都舉手 其實這類的小朋友 是最成功融入的一類 已經開始了 或者給大家一點點感受一下 如果我身體有點不方便 我會怎樣呢? 一個運動 很簡單 大家 向前一點坐 伸直腳 很簡單 當我們是一個小朋友 或者是一個同學 他的腳會比較硬 剛才說過一個勁聯的小朋友 可能會比較硬 不用太直 少許都可以 不過是要伸直一點 不是平時這樣坐 然後你試試一下 起床 不准動 我的腳 很難的 起床 一二三 起床 厲害 這麼快就出來了 起床嗎? 試試 我們感受一下 是否難 原來 雙腳 差一點 都已經困難了 我們最感受到 如果是 我們坐一輪椅 看看我們怎樣生活 我們很感受到 我們面對什麼困難 好 我們 總括來說 我們看看 如果一個弱能的同學 如果要在一間學校裡面 會面對什麼困難 按錯了 按錯了 暴行器 例如一支似的 或者一個架 來幫忙 如果是 某些 弱能的小孩 甚至他們 要用輪椅來代步 如果是很多時候 做 手部的運作的時候 他們抄寫會慢一點 或者 抄寫起來 沒有那麼齊整 或者用一些工具 好像剛才也提過 用間尺 或者某些工具 毛筆 那些 會有很大的困難 整體來說 他們在日常的日程之中 自我照顧方面 有時都要面對 自己搞不定 要別人幫忙 所以 你發覺 很多時候 這類的同學 感覺 比較多些 比較被動 好像要推才動 還有 好像自信心 沒有那麼強 沒有說 第一個舉手 可能就被別人去 我一路一路看 其實 可能真的 他人面對有些事情 解決不了 那麼 要 融入一個普通的學校 他面對 有些挑戰 不只是發學 不只是讀書 其實是 非學術性方面 他都面對很多困難 待會我們會提一提 什麼叫非學術性的活動 還有 他參與 在課室內的活動 首先我們看看 什麼叫非學術性的活動 比如 上課 放學 我們去到學校上課之前 我們要上課 第二 在上課與上課之間 他們要更換課室的時候 其實這裡 他們都面對很多挑戰 小式 比如去廁所 我記得有些小朋友跟我說 以前是半周的 他就說 我盡量 我都不去 因為很論盡 如果可以 整個早上都不去 現在很多時候 全日學校 五線 他們都要自己整理 自己吃 這樣 逐樣來看 第一 上課 放學 我們要想的 就是由家 去學校 他要怎樣 第一 可能他要有 不是每個人都住在學校旁 對不對 最好 就能夠 暴行 慢慢 走十分鐘回學校 但如果要用交通工具的時候 要很多考慮 是否能搭到校車 公共交通工具 又行不行 我們很自然地回去 但他們可能有很多困難 甚至有些要用 所謂復漢巴士 在交通工具之中 他們都要想想 上下車 原來上下車 對很多都是有問題 比如 有沒有扶手扶著 一些交通工具 甚至有些是坐輪椅的時候 那輪椅怎樣上車 這些都是一些問題要面對 上下車的過程 是不是所有車的位置都適合坐到的 有沒有安全帶 我們不如看看一些例子 這間就是一間 校巴 很多學校都有 我們看到 其實這一級 有很多同學 如果有弱能的小朋友 很難上車 也是沒有扶手的 不過這輛校車很好 每個座位 它都有一個安全帶 其實坐上去 它就很穩陣 回到校 但起碼要上到去 要下到你 譬如一些交通工具 其實現在進步很多 譬如看看這輛巴士 我們有些叫低地台 不是少的 那些同學可以打電話 真的問一下 它的路線有沒有 是可以降低 容易上落 甚至輪椅都可以上落 門都是寬一些 地鐵有地鐵的設備 有很多不同 那些同學可以逐個逐個去問一下 如果是自己搭私家車的 或者的士的 其實原來有些證明 他們可以在禁區上落 不知道同學知不知道 很多時候 學校門口可不可以上落 這些都會幫到他們 好了 回到學校 都不是只去到就可以 原來去到門口 至到班房 有時候他們都經過很多的問題 譬如這間學校 是一間普通的 比較長歷史的學校 是一間小學 證門就在這裏 那同學一上學 就要先走完這些樓梯 去到證門這裏 都要小心點看這幾級 然後上樓上才是班房 可能它不是第一層 可能是第二、第三層 我可知同學回到去 可能用了很多精力 還要面對一日 全日的課程 其實是很辛苦 都要去 因為如果回到學 每個人都很開心 回到學校 如果有書包 我們都要背著一個大書包 很多學校都有儲物室 其實現在是多好 但是有時候排隊 再走上樓梯 對於他們是辛苦 我記得這裏有個成功的例子 就是我們有個屯門 有個小朋友 就是剛才說的 夏茲 競園的小朋友 他已經讀 現在已經讀四年班 他很好的學校 一個安排就是這樣 他就上學 媽媽又行路上學 媽媽跟他 可以拿著書包 就可以上了 在三樓的課室 上了課室才放下 但是他在集隊 校長在集隊的時間 就宣布了很多通告 說的 如果沒有機會去集隊 就變成了 他就要別人告訴他 那小朋友 就沒有自己負責任 那學校很好的安排 他讓媽媽先上課室 然後呢 那同學呢 就是他旁邊有個走廊 在門口那裏 那同學站在走廊 就看著操場 就參與集隊 在上高 那些通告呢 他也是要負責 自己要聽了之後 要記住 要帶些什麼 要準備些什麼 那麼他都可以參與 但是呢 就可以通融 不用走上走下 可能走完呢 人家已經上了第一課 一半了 所以有些彈性呢 其實已經幫了很多小朋友 好 這個是開始上課了 那麼很多時候呢 上課 小學好一點 小學小一點 轉課室 是不是 但是呢 怎麼都是有些特別的課室 要去 轉課室呢 我們要看一下 那這裏呢 這間學校不錯 通道是比較闊 但是呢 我們看到 有些欄杆呢 其實真的扶不到的 有欄杆在那裏 但是小朋友是用不到的 也可能有些樓梯要走的 樓梯旁邊也沒有東西可以扶的 那麼你都可知呢 如果是呢 一個比較論盡的小朋友呢 的確要很多時間 才走到第二個班房 或者去到 去到時候 這個門 我們普通人就容易了 比如說我開了閃一閃 那我又可以進去了 是不是 那麼我們想一想 如果呢 這個小朋友的後面 跟著有幾個人呢 他呢 可能沒有那麼方便的時候 一退後呢 整個後面的人 可能就倒了都不定 這些環境呢 都是要考慮一下 要想一想的 所以 總部來說呢 我們可以跟他們 小朋友 往返不同的課室呢 我們想一想 如果行動慢的 老師呢 老師呢 可不可以調整一下時限 他真是早些開始去 或者他容許他呢 遲少少到達都可以 或者呢 如果有些環境的限制 好像剛才 開關的門啊 有樓梯呢 如果同學被上學之前 最好有些預閘 預先去熟閘一下環境 那麼他就需要些什麼幫忙呢 可以預先安排 那譬如 真的要拿些書寶 重的時候呢 可能我們都要有些同學呢 幫一幫他 那麼 如果很多人的走廊呢 可不可以有些彈性的安排呢 不在太多人的時間呢 那麼 排隊呢 剛才說過 我們希望有些彈性的處理 可以 好了 小息 小息呢 很多同學呢 現在呢 有些同學都會回來 我們做評估 問他們 很大機會呢 他們就會留在課室的 因為小息很短 十分鐘這樣 可能他們 下了樓下 上回來 根本就已經沒有了小息 在下面 那這裡呢 就要特別留意一下 會不會有些同學一起 可以容許去搭電梯呢 或者呢 真的希望可以鼓勵 參與這些自由活動的時間 比如好像這間學校呢 這個是 這個操場仔呢 就是那些同學呢 就去小息的 我們看到呢 這個呢 雖然要下兩級 但是很好 有些椅子在那裡 那些同學下到來呢 就算下兩級呢 他可以坐在那裡 一樣是參與到那些同學 聊天啊 做其他事情 我記得有一個例子 有一個坐輪椅的同學呢 他呢 小息時間很好 在那輪椅呢 就有個計劃呢 他就是人家 他有幾個老友的 就一起跳繩的 那他就不是跳繩 他這輪椅的計劃呢 就可以綁住一邊的繩 那麼 那些同學拿著那邊 那麼中間的同學呢 就可以在那裡跳 那麼他就負責掃的 喂 你踩到啊 你什麼 那麼他都參與整個活動 那麼他都在一個 很好的社交的時間 在小息裡 所以想一想 最好呢 就是有些老師 用一些創意 或者問一下 和治療師聊一下 這樣可以有很多參與的時間 如此呢 很多同學呢 都有時跟他聊天的時候呢 這個是面對很大的問題 譬如呢 我們看這個呢 是一個普通學校的廁所 那麼如果他是需要 握兩支插 輪椅就進不了了 這個廁所一定不行的了 那麼這個呢 就是比較 是我們的中心的 專系設計呢 你輪椅都能進到啊 一定有少少空位 有些扶手在旁邊的 那麼比較呢 就方便些了 或者呢 你看看這個 就算進到一些水龍頭呢 其實我們大人按 有時都要很用力按的 那麼我們都 真是鼓勵當然要 去完廁所去洗手 但是按不到都洗不到的啊 如果矮的呢 根本就按不到這裡 即改一改 一些改動呢 就已經可以幫到的 或者一些 這些是藍廁裡面 完全 可能這裡有些rail 有些扶手 已經可以用到了 所以在廁所裡面呢 其實有很多東西呢 我們可以幫到手的 那麼總結來說呢 我們考慮什麼呢 廁所類別啦 我想很多學校呢 現在已經是有座廁了 如果沒有的時候 可能都要考慮 至少有一間是有座廁了 如果只是有地廁的時候呢 要考慮加些扶手 那麼第二 譬如如果需要坐輪椅的同學呢 我們要想剛才那個空間 足不足夠空間 這個名字不太好聽 但是是很實際的 廁虎 不過男同學來說呢 他真的方便 就不用過 真的很辛苦地推輪椅 然後呢 要過去廁所那裡 那廁虎是幫得了很多的 有時候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都要有人幫忙 好過兒子 現在全日學校 整天都不去 有時候呢 就要想起來 剛才說 他可能去完廁所 原來衝不到屎 衝刺制 究竟他能否觸碰到 不是他不想衝 可能真的去不了 reach不了 或者呢 剛才說的 開山水制 可能他不是不想弄乾淨 不過 那個廁紙在後面 他就去不了 拿不到 拿了下去 可能他就掉了 到廁所 這些位置呢 都是很細很細 但是很幫助小朋友 是自我獨立的地方 衣服 如果是有些 真的拉鏈除褲 扣幾個樓 可能他真的要了十分鐘 會不會容許他用橡筋呢 這些都是小點 但是真的幫到小朋友 有一類小朋友 就是我們叫脊水裂的小朋友 他很好 讀書完全沒有問題 行路呢 都可以沒有問題 但是他們需要做一個 叫間歇性導料 這個呢 在如此的時間 我想老師和學校 真的要容許他們 多些時間在這裏 他們起碼 我問過一個小朋友 他很熟悉 他全都學了 自己做的 都要最快要二十分鐘 如果沒有那麼熟悉 那些可能要半個小時 我不知道大家小識學校是多久 十五分鐘 是的 十五分鐘 那麼他不要說 繼續下去 排到廁所 第一個進了 可能他都不可以十五分鐘 就出來了 那麼這裏呢 都是我們要想一想 那麼如果是 有這類小朋友 可能廁所裏面 可能要有一個洗手盆 因為他們用水 沖一沖一沖 那當然要有些空間 起碼有些位置 讓他們擺個盆 那麼這些 這些是我們要考慮的地方 那麼現在很多小學都變成 全入學校 五線大家吃飯 那麼其實是一個很好 很開心的時間 就是大家有時帶東西吃 或者是學校的飯盒 不過有時安頓的五線 那麼小朋友是很順盡的 要收拾東西 要拿東西的時候 可能我們都要找些同學幫幫他 或者呢 那個字是個桌布 就出不了 或者一些膠桌布 給一張去帶回學 鋪在這裡 弄完之後包起來 扔掉它 那就不會覺得說 吃到整地都是這樣 因為自己都很不開心的 每個人都很爽快 又吃得很乾淨 那麼好了 去到課室 我們真的上課了 那麼其實很多 很多同學回來跟我說 都是他很好 老師都是被他坐最前的位 我一進去 其實我們的課室都很密 如果要一個同學 如果他有些用具 要走這條走路下去 就真的挺艱難的 如果能夠前面就好些 至於坐中間 坐旁邊 右邊 左邊 其實很想看 那個藥能是甚麼 是個別地看的 有些是某一邊方便 好像剛才說 有些聽覺 我們都要考慮一下這一點 除了課室 有時候有些特別室 譬如這個電腦室 我相信是兩個小朋友 就用一個電腦 如果有一個藥能士 他進來 他就 除了坐第一個 都沒有甚麼選擇 但是第一個 都很難 都很難 把東西放在那裡 所以這些特別室 是需要有些特別的考慮 中學同學 很多時候說 在實驗室裏面 就面對最大困難 他的椅子有時候坐不到 所以要考慮一下 我們整體總結來說 譬如座位 我們看看 出入空間夠不夠 座椅 對不對高度 如果需要特別小的時候 特別矮的時候 我們要不要有些調教 文具的處理 希望大家可以 體諒它 有時就不是特地跌夠拆膠的 又不是特地跌過間斜的 是真的 真的跌不住的 課堂的參院 可不可以調教規則 就像剛才那樣 如果我們一定要舉手 站起來回答問題 可能我們若能小朋友 他選擇 就最好不舉手 不回答問題 變得他參與性 就有很多 可能他認識的 他很多意見會發表 但是呢 他舉到手來 污纏身 擺好腳 怎樣起身的時候 就已經可能 回答不到問題 所以可不可以調教一些規則 他可以 讓各個小朋友 可以參與 小組活動 很多時候 老師可能要專門幫忙 去分組 抄寫慢 我想這些老師可能都很知道 可不可以調整內容 或者 時限會不同 評分的標準 可不可以有些調教呢 加貨拆 寫不到加貨 有沒有得同學記幫忙 或者不要拆 留在這裏 有些時間去補寫 不過我看到都沒什麼時間 小式他又要長 吃飯又要長 那容有什麼時間 可以再去抄寫呢 不過都可能有 有些錯誤 一定會想到的 或者可不可以 完結之後 借同學抄寫呢 或者有些加貨 真的 唐貨做不到的時候 准許他拿回家 變成加貨呢 他寫的都不夠齊整的時候 可不可以 評分都給他 不要經常拿黑珠 或者都有時 他真的努力 分數在那裏調教一下 看中他背後的努力 那麼工具的運用呢 就很多時候真的要個別處理了 究竟是用個鑽按住好啊 用什麼 加一塊東西好啊 那麼很多時候 就要逐個小朋友的解決 如果不是上課 不是熟科 譬如是體育課 那麼現在也是很多 小朋友是 不能參加體育課 有一個比較諷刺的例子 我每一次都提出 因為這個小朋友 我們認識的 就看著他大 又是一個敬年 下半身 不方便的小朋友 他就拿著一枝試滴走路 那麼他呢 就很好啊 他自小的媽媽 就帶他去學游水 他就游水 四式都懂的 但去到中學 中一的游水堂 他就不准上課 因為他走得不穩陣 所以他不能參與過游水堂 但他四式都可以 游水堂 有時就是這樣 即是體育課會否參與 其實有沒有些事情可以調教 他就可以 真是 都是一個分子 我們很多蘇華偉 世界紀錄保持者 他五歲才會走 但他跑 可能現在比你和我都快 考慮一下 鼓勵參與 這是背後精神 樂器的考慮 會不會他吹不到 選擇另一種樂器 他都可以在樂隊裡參與 例如美勞 我們鼓勵背後的創意 獎勵努力 成果 我們分數調教一下 即是不用經常拿低分 他都可以努力 有時可以拿高分 其他活動 想想 現在很多學校都有縮營 旅行 他們去不去 很多是很沒信心 社交不好 其實是因為沒有機會參與 如果能夠 我們想一些辦法 其實可能有些機會可以參與 譬如家長的幫忙 一個成功 有一個弱能的小朋友 去到一次縮營之後 可能第二次 以後的同學都可以去 這很重要 給他們社交的成長 整體來說 我們一個總結感 提醒大家 譬如說 我們只要給同學 適當的著情 和幫忙 我們希望背後 鼓勵全面的參與 我們學校的活動 提倡 自己能做自己做 很多同學 其實未必是想人幫忙 很想自己做 我們都鼓勵這個精神 但有時真的沒有辦法 我們幫忙 但都是鼓勵做到的自己做 按能力調教時候 很多同學都要和時鐘比賽 快點快點快點 我們要調教一下 正面的評價 鼓勵背後的努力 這一點很重要 很多時候 我們弱能的小朋友 習慣了給別人幫忙 很多人幫了之後 好像理所當然那樣 如果有同學 幫了這個同學時候 我們請這個弱能的同學 懂得去多謝別人 亦是對這個同學 幫忙的同學 有一個正面的讚賞 兩方面都有積極的回應 比如加強和家長的溝通 家長自小湊去 其實有很多巧妙 家長已經知道了 如果可以保存一個 有什麼特別的容許做了 我們有個紀錄 變成升了第二級的時候 新老師不用再由頭適應 已經有些事情已經做了 我們一路跟著小朋友去 我相信老師自己都可以想到 其實很多創意的解決方法 老師最重要就是 甚至是倡導者 有時站出來很多事情 要跟學校的行政人員 站出來跟學生去 忽然間 謝校長很成功地 是倡導者 跟學生出去忽然很多事情 待會你會很感動 好了 有時我們真的沒有辦法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 諮詢一些專業的意見 比如現在現成 有些地方它都有支援的 譬如 教育局有加強輔導服務組 這張紙在外面都有 印的 大家可以拿 引導師教育中心 都有個program 去跟著一些 弱能的小朋友 在普通學校裏面 衛生署我們 這麼多個 兒童體能責任中心裏面 有治療師 都很樂意幫忙 如果是我們認識的小朋友 醫管局裏面 很多這些小朋友 也在醫管局裏面 做一些門診服務 這些都是一個 支援的地方 治療師 可能可以跟你一起 解決很多問題 如果你是一連班的同學 如果是幼兒中心 在讀特殊幼兒中心 那裏其實已經有很多辦法 幫他幫忙 解決了 大家可以去聯絡一下 好 其實這些弱能 是融合教育中 公認 有人做過報告 是比較成功的一組 因為很多小朋友 其實智能是很好的 老師是成功 最主要的要素 希望大家如果可以 多些分享成功的故事 以後我們一問下去有沒有 各個學校都有 弱能的小朋友 他應該在我們學校裏面讀書 多謝 謝謝